Hello, 大家好 有朋友很想多了解 YouTube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解一下 YouTube 两样很多人关注的项目 Subscribe 也就是订阅一个 YouTube 频道 Notifications 也就是通知 以及有关的设定 首先, 为什么我们要订阅一个 YouTube 频道呢? 是代表你喜欢这个频道出的短片 你想可以看到更多他们将来做的短片 来做一个记号就像书签那样 第二次就很容易找到他们 也都表示你支持这个频道 你想讲给这个频道知道 继续加油哦 怎样订阅一个频道呢? 是不是要一个 YouTube 币呢? 是不需要的, 其实很简单 你只需要有一个 Google 币 或者是一个 Gmail 币 如果你想知道怎样登记一个 Google 币 或者是 Gmail 币 我有一个短片是教你怎样登记一个币 在今天的短片下面, 你可以找到他的连结 登入了你的币 之后, 就在你喜欢的频道网页上面 或者在喜欢的短片下, 按个 Subscribe 来订阅 订阅一个 YouTube 频道就是这么简单 OK, 什么是 Notifications 也就是通知呢? 当订阅了的频道有新片的时候, YouTube 就会通知你 当频道有更新资料的时候, YouTube 会通知你 YouTube 也会通知你可能有兴趣的短片 如果你有很多 Google 或者 Gmail 币 你要登入适当的币 才可以接收到有关的新片通知 例如你有两个 Gmail 币 一个叫做超人 at gmail.com 另一个叫做唐老鸭 at gmail.com 你用超人 at gmail.com 来订阅 Dduo Box 你的唐老鸭 at gmail.com 就不会收到 Dduo Box 的新片通知 YouTube 提供了三个接收通知的选择 第一个就是全部 or 第二个是个人化 personalised 最后的选择就是没有 none 全部 or 如果你选这个选择, 你就会收到他们所有的新片通知 个人化 personalised YouTube 是会根据你收听短片的记录 以及受欢迎的短片来通知你 譬如你经常看我的短片 YouTube 就会通知你多一些有关我的短片 又譬如你不是那么经常看某个 YouTuber 的短片 YouTube 就会减少通知你有关那个 YouTuber 的短片 最后的选择是没有 none 也就是你不会收到任何的通知 当你选择好接收通知的选择之后 你要确定有关的设定是打开了的 电脑的设定大概包括有 首先去到 YouTube 的网页 登入有关的 account 譬如我会登入我的超人 at gmail.com 检查你的YouTube 接收通知的设定 检查你的 account 接收通知的设定 检查你的 account 接收通知的设定 检查你的 browser 也就是浏览器的设定 手机的设定主要包括有 打开 YouTube APP 登入你有关的 account 譬如我会登入我的超人 at gmail.com 检查你的 YouTube APP 接收通知的设定 检查你的手机有关的设定 我会在另一个短片里再讲解和示范一下有关接收通知的设定 简单来说 如果你想收到你喜欢的 YouTube 频道的新片通知 那我的提议就是 首先登入适当的 account 按个 subscribe 来订阅你喜欢的频道 接着按个钟仔来显示新片通知的选择 按个 all 来接收你订阅的 YouTube 频道的新片通知 以及检查有关通知的设定 Thank you for watching see you next time Bye 多谢收看 下次再见 Bye